8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多位中国政府涉港工作机构负责人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所谓制裁 8月8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所谓制裁 表示任何恫吓和威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志 香港特区政府以严厉批评美国政府的制裁行为,称该行为卑劣及无耻 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指,美国政府最新的所谓特别指定国民名单实施的措施 明目张胆和粗暴地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 部分美国政客为了私利,以香港作为妻子,在中美关系之间制造事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她本人名义和代表各位被针对的同事表示 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不仅是为了750万香港市民,更是保护14亿内地同胞的生命安全及利益 我们无惧任何威吓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8日发表谈话 对美国财政部实施所谓制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发言人指出,我们绝不会畏惧任何蛮横霸道 如果美国认为所谓制裁就能让中国人妥协退让 那他们是弄错了时代,打错了算盘,枉费了心机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洛慧宁表示 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恰说明我为国家、为香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制裁不是白费劲吗? 当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取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 外交部驻港公署对美国所谓制裁,也表示极度义粉和强烈抗议 强调美方挥晤制裁大棒,最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敏强表示,维护国家和香港的安全是责任和荣誉 制裁对其毫无意义 香港国安委秘书长、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毅表示 我和我的家人毫不畏惧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华批评,美国动用绝望和非法的制裁手法 进一步加强他认为自己一直处事正确的信念 又指与祖国和全国人民相比,其个人利益丝毫不重要 连不在制裁名单中的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香港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也相继发出批评 认为此举双重标准,满横无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满横、与恿态 男轮噢团